您之间到现在都没有道歉 其实我们希望赖父能够道回去 就给老百姓或给在乎这个事情的一般的名义 能够有个交代 我个人是把它定位为挑战 他必须取比战场 所以现场您认为说 赖父此前一直到2024年的医院 他必须要过五关斩六将 那他要排除哪些路障 尤其我特别要问 像邱莉莉停权那最高了三年 那可是台南黑金的这个问题 他始终会被提及 做一个老记者 我觉得太严重了 所以除了这个事情之外 你觉得在整个前进2024总统大选的路程当中 赖父他要排除哪些障碍 我个人认为 他必须去表示 因为坦白讲 我们看到那个也很痛 赖金的那天讲了一句话 非常的道地 咖善过去都知道 那因为坦白讲 我们的内行人都很清楚 这还不是自己搞出来的 就是彼此的恶斗 那当然 最涉及到治安违法的 那当然要以国家法律来治理 民进党讲究的是一个青年的政党 如果有涉及汇选 这个一定是 司法 而且一定要开除党 这个不用置疑 但是不是涉及汇选与否 这个就让司法来厘清 那这个就是代表民进党的态度 另外就是说 赖父他出手 还有一个学人会的问题 就是说有关系到论文 他希望说你凡是未来 包括他自己 包括他参选立委的 必须要签署 其实我们希望赖父能够倒回去 把林志坚这个事情 能够做个ending 为什么 林志坚到现在都没有道歉 希望回到那个原点 就给老百姓 或给在乎这个事情的一般的名义 能够有个交代 我个人是把他定位为挑战 他必须欺体战场 当初的蔡主席 全党去背书 这个就是当初 大概整个社会氛围 比较没法接受 那另外一个 我们细细来讨论学人会的话 党也不是一个学人会的组织 也不是学界 那不能临驾学校 但是我们要实质的去看 这所谓的学人会 是真的是可以相信的学人会 第一个我以郑文燦的案例为主 你说他的相似度20% 法官要判一个人死刑 最起码都会载名 这个法官是叫什么名字 没有 学人会是一个 院长召集了一个学人的 一个所谓的组织 而且临驾于整个大的学校 所发的毕业证书 许舒华的冯甲大学 80%还可以限期改善 你认为说各校学人会 他们的评定标准不一 对 这就第一个 哪一个院所也不一 第三个有三套系统 过去的论文 是没有这些系统的 你总不能现在有 这一两年来 这个有这个系统 有这个系统去把过去 十几年前 或者七八年前 或者二十年前的 所有的全部拿出来 往过去这些学校 怎么发 怎么处理 教育部要有个态度出来 要有正本亲缘出来 那大家才有个依据 要不能每天在打口水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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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